红米Redmi Note 7深度评测 2013年7月第一款小米手机发布两年后 小米正式推出诸大性价比 定价为低廉的红米手机 第一款产品售价是799元 截止到去年第三季度 红米手机累计销量达2.78亿台 成为了国产智能手机里的成功的高性价比手机产品线之一 今年年初红米手机从之前的小米手机的一个产品序列 升级到了独立品牌Redmi 继续强调性价比主打线上渠道 今天我们体验了红米Redmi Note 7 也就是红米手机品牌独立后的第一款产品 除了熟悉的便宜量肉足 在这款起售价格仅为999元的产品上 红米手机还首发了4800万像素的新一代相机传感器 并且直接提供18个月的超长质保 下面我们来看看成款新机 水滴屏 渐变色玻璃USB-C 红米Note 7采用了6.3英寸水滴屏 相比同价位各位常见的刘海屏 水滴屏对视觉的干扰要更小一点 在屏幕四周围的控制上 红米Note 7做的也不错 虽然算不上是同价位最窄 不过也已经很窄了 特别是左右变框 屏幕素质上 红米Note 7这块16.5比9的随便率为 2340x1080的LCD面板 表现也还不错 亮度足够 色彩还原稍微冷艳 系统设置当中提供标准版 屏幕增强智能环境适应三种模式各选 智能环境适应模式下 可额外选择手动调节色温 后盖部分和前几天发布的项目之类不同 红米Note 7后盖采用了渐变色 而且是实打实的康宁大猩猩第五代 和正面锋利盖板相同 我们这台目光金版本 真机看起来真的像小米8青春版 上方偏紫 底部则偏红 是一台很有辨识度 从后盖下方可以看到全新的Redmi标识 和之前的红米手机扣盖上的米字标识 形成明显区分 红米Note 7的中框部分是塑料材质 不过表面上做了亮面处理 只要你不是像我这样特意的盯着开口处看 视觉上甚至是手感上都不太能感知到是塑料的 在屏幕和中框的衔接处 红米Note 7采用了全图屏设计 屏幕四周有一圈较厚的塑料框高边 塑料框高出中框大概1毫米 这种设计在视觉上降低了红米Note 7的宽度 在红米Note 7顶部边框上 可以看到一个久违的3.5毫米耳机插口 以及一个千元机里少见的从外发射器 可以用来遥控加电 在底部可以看到一个千元机里并不常见的USDC接口 SBC口的右侧式 养生器值得一几刀使 虽然是底部单养生器 但红米Note 7的外放效果还不错 一档大人生惊喜 比同价位不少联想都听不出的外放要好上不少 差不多是两三千机型的蓝耀人器水准了 红米Note 7的吸收厚度为8.1毫米 机身重量是186克 电池容量对到了4000毫安时 这个重量已经控制的算不错了 就在动不动飙到200克的这种手机里 红米Note 7算上轻巧了 骁龙604000毫安时 红米Note 7才用的是 骁龙660最高主角2.2级克克满血版 骁龙660的规格这里就不用重复了 虽然有点大 但是放到现在 骁龙60的性能满足日常使用还是没啥压力的 王者荣耀可以基本满身跑 吃鸡的话要把画质调低点来保证有上路了 配合4000毫安时大电池 红米Note 7 有着非常出色的续航 足够坚持一天 实际是更久的重度使用 此外红米Note 7还支持18瓦快充 不过由于成本的考虑 红米Note 7标配的充电头是552A 用户购买手机时可选择加10块得到一个零售价29元的 小米18瓦快充头 4800万像素向低可能是 红米Note 7的最大卖点了 下面我们来重点说说 红米Note 7前置部分比较常规 1300万像素长距的识别 没啥第二 模拟背景虚化 影黄光效等功能一定具权 后置部分 红米Note 7采用了数牌双射方案 附设为500万像素景深镜头 主射像素达到了没有点夸张的 4800万镜头为6P10设计 光圈为F1.7 从传感器上分析 红米Note 7的4800万像素最大的意义 并不是一些用户期待的细节更清晰 而是在1200万像素模式下 可通过像素四合一提供 以MX363、MX380更大的1.6微米 单像素尺寸带来更好的感光能力 回到了手机上和荣耀V20 华为Nava 4两款采用MX586机型一样的 红米Note 7默认模式也是1200万像素 4800万像素要在专业模式下手动挤用 在4800万像素下 AI识别HDR等功能都是不可叠加的 不过红米Note 7到时可以在4800万模式下 进行数码变焦 除非某些特别需要解析力的场景 为了获得更好的成像品质 我们建议大家使用默认1200万像素进行拍摄 要是挑毛病的话 由于骁龙660在SP上的限制 红米Note 7的HDR要多花一点时间 此外 由于毕竟是小米第一次使用GM1传感器 白平衡偶尔会出现不准 当然可以通过后期来进行更新优化 之后红米Note 7还会通过信用更新加入 类似于小米8和MIX3手持夜景模式 进一步提升夜拍表现 目前智能手机行业普遍的日保期都是12个月 从前级到旗舰级都是如此 不过红米Note 7打破了这个行业惯例 直接提供了原厂18个月的质保 发布会上小米CEO雷军介绍了 红米Note 7在提升品质上做的一些努力 包括全接口的防扩件处理 防护性更好的前后抗宁大猩猩五代玻璃 刺脚防跌落处理 雷军表示 这正是品质上的提升 才让红米敢于在红米Note 7上提供更长的18个月质保 大家会 reader 个问题